您好朋友,我是幻视领航员阿宋 接下来请跟我前往一个荒谬且虚假的世界 人类削减计划 在2040年,由于人口过度膨胀 地球资源陷入短缺 为了使人类未来得以延续 联合国下达决议 所有国家每年需要削减5%的人口 而美国政府为保证自身种族的优越性 将削减指标放在学校 利用优胜劣汰保留良好基因 因此颁布法律 所有学生在大学前将参加一年一度的联合考试 其中成绩最低的一部分人将被削减 露娜是德州奥斯丁市一名高二学生 成绩优异的她时常会辅导其他人 帮助他们通过削减考试 但对于那些没有把握的客户 只要能够拿出一笔钱财 露娜也会将自己制作的作弊装置卖给他们 她甚至这种行为无疑是触犯法律 但母亲已经病入膏肓 照顾家庭的重任 已经落在露娜幼小的肩上 为了生活她只能出此下策 当最后一个装置迈出去时 医院却传来噩耗 由于病情不断恶化 露娜的母亲已然时日无多 突如其来的消息 让她不由得心头一颤 连忙带着弟弟妹妹前往医院 看着眼前痛苦但强作镇定的母亲 露娜泪水不由沾湿眼眶 富人去一所别墅中 白克想尽办法绕过守卫 她向着野猫般跃出围栏 轻车熟路坐进路边停靠已久的车辆 就被后方伸出的手吓了一跳 看着海力躲在车后 不由得相视一笑 这种玩闹早已成为两人之间的默契 而布莱克看着眼前爱人 不禁说起明天考试之后 两人就可以光明正大接触 不必再遮遮掩掩掩 但像是听到什么违禁词 海力脸上的笑容消失不见 两人之间气氛瞬间露入冰点 布莱克也察觉到自己一时失言 连忙安慰对方 原来因为考试时间慢慢逼近 成绩危险的海力也愈发恐惧 当看着眼前焦急的布莱克 他很快镇定下来 带着对方来到一处山顶别墅 两人在泳池中互相打闹 仿佛将一切烦恼抛之脑后 可就在二人缠绵之际 一到射灯袭来 布莱克家中的安保 发现他消失许久 特意一路找寻而来 拜信而归的布莱克 看着父亲老迪 不由得手足无措 但老迪并没有训斥布莱克 即使他不喜欢海力 但也没有反对过两人间的关系 可是布莱克同样有跟海力一样的烦恼 他也需要面对那场决定生死的考试 身为父亲 老迪只想让布莱克能以最好状态应试 而布莱克也理解老迪苦心 没有多说什么 与他相拥后便回房休息 清晨阳光洒遍每个角落 学校外的层层铁网 映着熠熠寒光 无处不在的摄像 监控着所有考生进场 身着黑衣 头戴铁面的警卫 也在四处巡逻 露娜看着校外家长依依不舍 和孩子告别 仿佛今天离开后 就是天人两隔 她丝毫不担心自己的成绩 但身旁亲情萦绕的氛围 却让她想起病重的母亲 露娜一脸落寞 缓缓跟上身前队伍 等待检查过考试物品后 便能进入考场 可身后一声空患叫停了她 布莱克行色匆匆飞奔而至 她听说露娜出售一种作弊装置 这让她第一时间想起女友海莉 这才急忙上前询问 可露娜却告诉她 最后一件已经卖了出去 无奈的布莱克只能愤愤离去 看着离去的背影 露娜满目身上 可好友凯伦却兴致冲冲赶上前来 一脸兴奋问着两人进展 原来露娜一直暗恋布莱克 可布莱克则对海莉心有所属 导致两人之间从未有过交集 露娜解释道 布莱克只是找自己买装置 两人之间并未发生什么 话未讲完 一道白影从两人身旁闪过 随后而来便是警卫的追捕 凯伦立刻来了兴趣 拿起平板黑警监控系统 将警卫逮捕学生的画面拍下 说校间将其上传到记者邮箱 他时常会利用自己的黑客技术 给校外记者提供新闻 和两人间轻松分为相反 此时海莉和布莱克心如死灰 一无所得的他只能将对方紧紧相拥 期待着奇迹发生 但两人之间真挚的感情 不能影响考试进程 随着阵阵警报 学校四周铁门落下 像是固若金汤的堡垒 防范着凶水猛兽的逃脱 讲台上 波尔其满含热泪 重复千篇一律的考试要求 看着这些学生 他还是不能习惯 每年都要和其中一部分生离死别 但考试时间已到 所有人都拿起手中的平板 进行着一场命运判决 几道试题 几行答案 这份试卷的成绩决定了 他们是否还能见到明天的太阳 考场内一部分人信手拈来 不等铃声响起 便放下试卷 而大部分人 则是在不断颤抖和冷汗中 结束考试 放下试卷的一瞬 控制室中的警卫也在不断操作 很快成绩单就下发到老师手中 看着手上这份消解名单 波尔其只能一次次念出记载的名字 而被点到的人 无不歇斯底里 意图逃跑 反抗 可一阵骚乱后 消解人员终究会被警卫带走 时间流逝 名单即将到底 就在布莱克以为爱人逃过一劫时 却赫然听到 海力竟是最后一名消解人员 布莱克瞬间慌了身 急忙打电话向州长父亲求助 他本以为海力能通过父亲的权势逃避消解 可老弟却直言没有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即便是他也不行 听着父亲用几句冠冕堂皇的道理 就宣判了爱人生死 愤怒让布莱克失去理智 他追上消解人员的队伍 用灭火器砸向警卫 布莱克牵制住对方 大声叫嚷嚷嚷让海力逃走 可这终究是徒劳 警卫赶来将布莱克带走 任凭他如何嘶吼都无动于衷 只能看着爱人在眼前被带走 一年时间眨眼而过 下一场考试即将到来 学生为保全自己的性命 收买老师拉拢教练 无所不用其极 但成绩优异的露娜并不担心 相比而言 另一件事更让她忧心 妹妹阿尼即将经历第一场考试 为了做好万全的准备 她一直陪着对方学习 布尔奇敲小露娜家的门铃 内心善良的她自从得知对方遭遇后 便时常来看望 布尔奇主动提出 在姐妹两人考试时 转人照顾弟弟乔伊 可却被露娜拒绝 布尔奇看着眼前担负着家庭的女孩 心疼的上前与之相拥 时间不会因任何人改变 考试终究来临 当露娜带着阿尼向考场走去时 她多么希望消减计划取消 又或者阿尼和乔伊 永远不用背负着这种压力 或许门外每个陪考家属 想法都和露娜不谋而合 但在全体人类的生死存亡前 个别想法也终究是空谈 阿尼终于迎来自己的第一场消减考试 为了让孩子从小接受消减制度 教室中放映着滑稽的动画 残忍的考试 被包装成送给地球的礼物 孩子们虽不迷失意 但都在为有次的动画鼓掌 只有台上的老师悲从心起 她明白当看到这部动画后 这群孩子将再不复以往 无忧无虑的时光 自此以后 死亡的威胁将与他们相伴 尽管对阿尼考试心怀忐忑 露娜也不能在场外相伴 她即将迎来最后一场消减考试 而凯伦也敢来和她会合 两人看着熟悉的铜墙铁壁 不仅感叹这次考试后 终于能告别消减制度的压迫 摆脱提心吊胆的生命威胁 然而此刻的两人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将要面临多么可怕的危机 最后一次坐进考场 听着波尔奇重复着注意事项 对死亡的恐惧再次萦绕在众人心间 考试开始 所有人都对决定自己生死的尸体 慎重无比 可布莱克却与众人相反 手指随意划过试卷 对一道道尸体随性而为 仿佛将生死置之身外 而此时的老狄却收到安保帝来的视频 画面中正是布莱克 而他的第一句话就令老狄心惊不已 布莱克将会在最后一场消减考试中故意失败 来逼迫老狄做出选择 如果父亲执意将消减计划贯彻到底 他就会失去自己的儿子 布莱克要用这种行为 报复当初对爱人之死无动于衷的父亲 看着视频中言辞凿凿的布莱克 老狄对他这种任性行为暴怒不已 他没想到儿子一向品学兼优 竟然会做出这种事 但一通发现过后 还是向手下要来手机 将电话打向考场 考试已经结束 布莱克静静等待着 自己出现在那份象征死亡的名单之上 可随着身旁同学逐渐被带走 又只剩下最后一名消减人员等待公布 所有人都不惊奇的 自己能逃过这最后一劫 而布莱奇看着手中的名单 不由得为之一颤 可在周围警卫的森冷目光下 无论他如何不敢相信 也只能将其念出 布莱本来一脸淡然 可此刻竟仿佛听到自己名字 他不由得看向凯伦 确认是否听错 可对方诧异的表情说明一切 布莱不由得茫然 自己成绩全效潜力 为何会出现在消减名单中 可还不等他发问 身旁警卫悄然而至 考试结果不会为海莉改变 亦不会因布莱的怀疑改变 看着被带走的布莱等人 布莱克也意识到自己父亲 并不像当初表现的那般公正言明 电视里 他衣冠楚楚向民众大肆宣传消减制度 把考试包装到天花乱坠 甚至将死亡人数作为政绩 为老迪精选总统铺路 这让因消减痛失所爱的布莱克 更加满腔怒火 私立逃生的他终于意识到 看似平等的制度下 实则藏污纳垢 为破坏害死海莉的不公制度 布莱克决定调查出真相 并将其公知于众 他溜出鸡蛋室 伪装成患病学生 引诱警卫上前 找准时机 果断将其邮件警棍抽出 三两下击晕对方藏进厕所 随后一路摸索前往控制室 想找出老迪更改成绩的证据 而警卫主管梅森 也在系统中注意到一名警员离线 连忙前去查看对方动向 就在他即将推开厕所最后一扇隔间时 灯光一暗 警报声在大楼内风鸣而起 梅森顿时心惊不已来不及确认警卫情况 急忙返回 确保消险人员安全 原来布莱克未能浑水摸鱼 将所有电源拔除 无意间为自己拖延了时间 而关押室内的消险人员趁此良机 连忙挣脱束缚 想要为自己最后一搏 可就在场面陷入慌乱之时 露娜竟从口中吐出一枚通行证 原来布尔奇在他被带走时 曾为露娜打抱不平 可却被警卫告知成绩没有问题 但布尔奇却趁机将通行证悄悄塞给露娜 凭借着藏起的最后希望 露娜趁乱离开关押室 她利用昏暗灯光绕过警卫 想要找到真实成绩 证明自己不应该被削减 可一时不察 竟被身后警卫发现 危急关头露娜集中生智 将手中通行证举起 伪装成老师 谎称有学生逃跑 趁警卫扭头查看 连忙栖身而上 可对方毕竟训练有度 反应过来后 很快将露娜反制身下 就在逃出警棍即将抽下时 布莱克从墙边冲出 控制住警卫 凭借强大的身体素质 将对方制服 当他看到露娜竟从关押室中逃出 布莱克也不由震惊 可危急的环境 让二人来不及寒暄 眼看通往控制室的门 连通行证也无法进入 布莱克情急之下 强行开门 反而触动警报 两人见识不妙 连忙躲进通风管道中 不断探寻 就在两人遇到岔路之时 布莱克却对露娜的动机起了疑心 他看着眼前受卖作弊装置的露娜 怀疑对方想偷走明年试题贩卖 可露娜也是有苦难言 只能告诉布莱克她所做的事 是为了母亲的医药费 而如今母亲病逝 自己也没有再卖装置 布莱克文言急忙为自己的冒犯道歉 而露娜也趁此机会向布莱克坦白 自己曾喜欢过对方 而如今的借贷室内也在爆发着骚乱 通过考试的学生聚集在此 但长时间的关押 让所有人坠坠不安 一些富家子弟早已心生不满 联合起来向警卫示威 但迎接他们的不是解释 而是雨水般落下的警棍 凯伦见此连忙将这一幕记录下 发送给记者 此时梅森也发现露娜失踪 这让她不仅火冒三丈 消灭指标早已定下 任何一点闪失都会令自己前途不保 谨慎起见 梅森当即封锁学校 并将有通行资格的老师聚集检查 但就在没有通行证的波尔奇 即将被发现时 电话突然响起 老迪面临着封闭学校导致的社会舆论 如今大选在即 他不愿消检计划出现任何疏漏 但边场莫及 只能通知梅森迅速控制局面 保证消检正常进行 而通风管道中的两人顺着线来 向中心控制室移动 但布莱克没能注意 自己身下的管道已经松动 猝不及防之下 竟直接衰落 索性二人下方是学校泳池 可布莱克仍是被强大的冲击阵运 露娜见此毫不犹豫跳入水中 将对方救起 看着昏迷的布莱克 她手忙脚乱做起心肺复苏 好在成功将对方救醒 两人将潮湿的衣物换下 此时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微妙的情愫 仿佛又无形的电流在两人之间流转 二人不禁相视一笑 可时间紧迫 顾不得让感情发酵 两人继续沿着管道进发 可就在露娜低头观察警卫动向时 通行证却从缝隙中掉落 她刚要惊呼出声 却被布莱克一把将嘴捂住 两人屏住呼吸心惊不已 可闪烁的昏暗灯光中 警卫似乎也有所察觉 来到两人藏身的管道下向上望去 而缝隙中只是映着幽光 并无反常 但到警卫离开 两人这才松了口气 可通行证仍在地下一路 而走廊中警卫众多 布莱克知道强攻断不可取 但露娜却自有办法 转身向实验室前进 拿到强词和线圈 原来她想利用磁吸将通行证 从走廊掉上来 可两人发出的声响 却吸引了警卫 布莱克只来得及将露娜送进管道 便听到警卫的脚步声慢慢逼近 她只能借助昏暗的灯光 仔细聆听耳边脚步 围绕着展台辗转腾挪躲避警卫 可就在布莱克接要转移的一瞬间 灯光闪过 警卫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身后 警官高举向布莱克落下 而对此毫不知情的露娜在管道中 小心翼翼将铁线递下 任其慢慢触及通行证 看着她如计划般在空旷的走廊缓缓而上 露娜屏激凝神 丝毫不敢放松 可忽然出现的警卫 将其一把握住 不断打量后 看向管道中的露娜 随后经放开手 任凭对方拿走通行证 原来警卫正是乔装后的布莱克 她让露娜先去空之室找到真实成绩 而自己则去关押室尝试解救消解人员 因电话侥幸逃过一劫的波尔奇 知道自己不能坐以待毙 趁着梅森被各种琐事缠身 她走到常常接受学生不正当交易的同事面前 向对方打散 随着两人距离不断拉近 布尔奇悄无声息将对方的通行证取走 时间刚好赶上 当梅森站在身前 布尔奇拿出取来的通行证通过检查 可身后的同事却成为替罪羊 被带走审问 而露娜也终于沿着线缆来到控制室 四处张望后 没有发现警卫身影 她匆匆打开控制电脑 可却发现想要进入系统 不仅要通行证 还需要警卫主管梅森的密码 这让露娜头疼不已 但好在头上的监控又让她燃起希望 还有凯伦可以侵入学校监控系统 只要让对方找到梅森登陆的视频 就能知道密码 仿佛集露娜之所及 大楼中终于恢复了宫殿 接待失踪的凯伦看到露娜传来的信息 顾不得想 本该被削减的对方 为何向自己提出这种要求 但两人多年的感情 还是让她按对方所说发去视频 如今密码到手 露娜第一时间关心起妹妹的安危 看到对方通过后 才调查起真实成绩 果不其然自己几乎满分 布婴出现在削减名单中 本以为是系统错误 但随后出现的画面 却让露娜大惊失色 看着一名名高分成绩被换入削减名单 而像布莱克一样的高官子弟 却以低劣的成绩逃脱削减 这种强烈的反差让她不敢置信 本应公平的考试 如今已变成政治的玩具 以身泛险的露娜来不及气愤 将这些证据通通发给凯伦 想让对方通过记者传播出去 可头上的摄像也将镜头转移 她明白自己的位置已经暴露 联盟向外转移 恢复电力后 梅森终于看见了这只 藏在自己眼皮下的老鼠 立刻带人前去将露娜堵在走廊 看着对方不断强调着 对自己可有可无的证据 她并没有理会这只秋后蚂蚱 只是让手下将其带回关押室 等待消解 露娜看着关押室内被束缚在地的布莱克 让人双双被抓 只能将希望放在凯伦身上 而凯伦没有辜负信任 看到如此颠覆性的证据 她连忙将其发到前沿记者手中 州长包庇儿子用无辜学生代替消解 如此重大的新闻 第一时间被公知于众 以消解考试作为竞选资本的老迪 彻底陷入舆论风波 G2连3的不利消息传出 让老迪几近崩溃 听着梅森的汇报 在三思作下 她做出了决定 恢复名单 让公平再次回归校园 事到如今 哪怕是儿子也不能影响自己仕途 梅森虽然不解 但也只能放走路纳 将布莱克和改换结果的高官子弟送回小姐 终于在舆论的逼迫下争取到公平 路纳不仅与布莱克拥吻在一起 可布莱克的生命也迎来尽头 望着被警卫带走 即将生离死别的路纳 她的心中只有坦然 毕竟她希望的结局已经到来 父亲也将失去自己和公信力 经过一番私利逃生 路纳走出考场和布尔齐深深相拥 随着校园的铁栏升起 一切尘埃落定 而老迪也站上台前 将所有罪责归咎于梅森 自己却以丧子之痛 博取大众同情 但信任的枷锁已经产生裂痕 谁都不知道公平制度的遮羞布 会在何时被扯下 静谧的夜晚 一辆辆货车从学校中驶出 白天被削减的学生 此刻竟通通被运往地下 而布莱克也在其中缓缓醒来 透过刺眼的光芒 一座庞大工厂出现在眼前 无数神情麻木的工人 分坐在流水县两旁 而海莉赫然坐在其中 本片完 人类削减计划 是上映于2016年的美国电影 整部电影通过特殊的设定 将考试这个概念 直接联系到生死 影片中许多学生为了保住性命 展现出五花八门的手段 作弊 买卖答案 层出不久 这种行为的出发点 无一不是因为生死悬于一线 但拥有社会地位的人 从始至终都不曾为考试烦恼 依然我行我素 这种社会层级导致出明目张胆的反差 让阿索为之震撼 电影结尾的大胆刘白 也为第二部埋下伏笔 看完全片 阿索有一个问题 露娜在影片开始时 售卖作弊设备的行为 和为了儿子调换成绩的老迪 从本质上是否有所不同呢 欢迎在评论区和我留言讨论 好的 今天的航程到这里就结束了 阿索又是为大家看发新航线啦 别忘了订阅 点赞 我们下个目的地 再见 Sou 我们下个目的 expertise